一则短消息 娱乐圈里的金童玉女黄晓明和Angela Baby官宣离婚了 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婚姻 其实两年2015年5月领证结婚 10月半婚礼 Angela Baby于2017年生了小海绵 后来的这段时间里也有不少的传闻 说到两人已经离婚了 但每一次都被否认 可是离婚的传言却越来越严重 两人也没有展开怎样的回复行动 同时也被发现两人参加活动没有在一起 乘坐飞机也是各走各的 两人一只也没有正面回应 想不到来到了2022年后 距离新年也不长的时间点里 黄晓明居然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公布离婚的消息 想起了当年两人举办的四季婚礼 七年婚姻破局 引起大批网友讨论 虽然很多人讨论 但更多的都是看破不说破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 明眼人都看在眼里 只不过具体的离婚时间 却不得而知了 唯独更让人在意的就是 两人的爱情结晶 小海绵将何去何从 黄晓明的工作室则表示 两人以娱乐前办妥相关手续 未来将共同抚养孩子 陪伴孩子的成长 也就是说在未来 两人将会继续陪伴以及抚养孩子 与他说到的感恩过去所有 未来仍是家人一样 两人离婚的消息 真的是让杰哥不敢想象 内娱离婚的明星组合越来越多 其他还很恩爱的夫妻搭档们 千万别再离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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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